我是家族正宗唯一一个女孩 因家族权势正圣 我尚未出生 就被指负给了太子 崔氏有一女 名幻十一 先王曾赐婚于他与皇族 不知殿下可否 有意收他为徒 若能如此 皇室 崔氏 南城 王府 都会因为这层关系 更没情后 这就是真正的周生辰 手握七十万大军的小南城王 我从未有过徒弟 师父 他们唤我一声师父 是因为我想给他们一个家 让他们在王府 有住下来的理由 在师姐心目中 你就是我们南城王府的公主 师父最疼十一了 难怪你谢师兄一上战场 就啰啰嗦嗦的 说家里有个小妹妹等着盼着 让大家别丢了命 王军在外人眼里战无不胜 可对我来说 冲锋陷阵的都是我的志情 每次你们出征 我都怕得要命 姑娘 殿下回来了 每次都是 我平时不住在王府 一年的时间 有八九个月都是待兵在外 从今以后 王军只有解放 等我的解放 今日是十一的生辰 希望他在这里可以日日欢喜 老天爷 这一盏花椒酒 不求前程 不畏富贵 只愿能保佑师父和师兄 师姐们 随随年年 平平顺身 初来王府那两年 你们出征时 我就是在这儿睡的 我想起来 有一年除夕也是下雪 他们都说师父回不来 只有我觉得 他赶得回来 你当年带我见嘉诚那天 我就是在你书房睡的 那天 你用狐皮包裹 帮我回去 那张狐皮 至今还在我房里 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再给你打一张心 我只喜欢哪一张 你是他师父 一定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书 喜欢一个人疼透的过路 在西州的时候 他最喜欢在屋顶看学 我有一个 我不是英雄 自少是喜欢的人 我也有思细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 我也有自己想做 全都没做的事情 他心里有你 否则一会 他包裹在上的我 干嘛置身涉险 跟你去难消 他是我师父 不管是谁 他心里有你 你能看出来 他心里有你 他的眼家 就没有离开过你 你说他心里出了你了 还能有谁啊 来年开春 我带你去野门关 想不想一起去 嫌蓝丝 我在等你 等我做什么 夜游戏周周 你从未随我一起 难中备战 会不会遗憾 以后可以了 是啊 以后可以了 若两人真心相待 却因种种缘由 不得相守 虽之该放下 但又放不下 该怎么办 人世间 最难开口的 就是真心 周生辰 你是想向我证明 还是想向自己证明 你还是那个 心如止水的周生辰 十一 你错了 我从来不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 太后给他定了一门亲事 我们来接他回青河 准备晚婚 我想了无数的话 无数 收服娘的话 可是 都没有用 女儿从未有过忘年 只想要留在邪中 陪着他 正好带你回家 回来了 却没能留住 此处 永远是我的家 我收下室 是个不要来的 我答应过他 绝不惯礼 在正夜一样 无一场选 送他走就好 周生辰行刺 摄政王 抓住他 我们中计了 我想回西州 我想回西州 西州 一无之情 陛下 赐了他剔骨之心 心心丧失之 他会一生爱后 你一股之心 陈子一生 不服天下 没服事业 依照以前的习惯 留给你的 我是来送解报的 先生说 他也曾和你一样 在娘子门外 看过一夜的语 后来 他们就成亲了 周生辰 回来嫁你了 我寄入王府 得师父教诲 得同门爱 未曾有过万分报答 而今师父蒙愿残惜 不能再造图 仇人竟在咫尺 去不能杀 亦是痛苦之情 却无可能再与其成婚 今日女儿不孝 勾谢娘的养育之恩 请娘恩准女儿 舍弃催醒 自足不出名 最实在无孝女 失忆 只是南辰王府的失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